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遮一片丝叶草 将正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对折 分别再将两组对边向着中间的折横翻折 两组对角再分别对折 然后四角向着中心翻折 将一组对边丝叶折横向内翻折 然后再丝叶折横向内翻折 向下压平 另侧也是同样的方法 好 将四个角立起来 将这个面展开向下压平得到了一个小的正方形 将小正方形内侧的一组零边向中间的折横翻折 然后外侧的角再沿着外侧的边向内翻折 我们沿着折横将它再向内部翻折 其它几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其它几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再将四个角到内部翻折 好了 我们这个四叶槽就折好了 喜欢我的栏目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陶趣工房 那么我们明天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